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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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Montmeister π ur attentive justement 这就是 和他们的 叫 racism 就是 这个 分� på 这个 我们 和 你刚刚跳下那个很危险 那个跳完蛋 跳完蛋床之后 蹦床 蹦床大哥 蹦床 蹦床不是蹦床 蹦床 大哥你说 蹦床 跳完蹦床这么多之后呢 跳下来已经失去那个重力 所以跳下那下很危险的 我们小时候就每天 几乎都是跳蛋床的 蛋床 你又蛋上了 蹦床 对对对 火力老师你就让大哥一直淡着吧 他这一时回不来 对对对 大哥喜欢淡 你就让大哥淡 好 好 大哥以后谁也不许说蹦着啊 哈哈哈哈 你基本功不错 我看看最后的第几个你差一点回不了头 对不对 我一看我自己 你们看不见吧 看不见大哥 因为他那个刚刚夸不讨头就会把脖子窝到 你们这个整个布景的那个创新还不错 满满的 他有点像那个电影《飞跃风人院》 对对对 是尼克尔森演那个角色 对他把这个《飞跃风人院》的这个情节 用这个淡床 我喜欢他的那个动作 他空中那种笑容啊 你的那个 刚才在空中横着飞起来 对对 做的一些动作 那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演员需要多学习一些这样的特技的基本功啊 这个去做演员 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多 当初编的这个戏嘛 叫《飞跃风人院》 所以我们想就加很多戏剧部分 包括一些跑动啊什么的 就逃脱 想获得自由的 这个状态 现在我就知道 比如说成家班可能就 大哥就在考虑 把他吸收了 他条件不错 我可 我我我我我 我蛮喜欢他的 那就收了吧 我觉得他的外形也很好 对 外形 我我就是 是有戏的人 而且在那个表演的过程中啊 我觉得他的表情是游刃有余的 不是说他很紧张在那个 完成动作里边 这一点 是一个 你要做一个演员 他和你做一个舞行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老师 好 拥有一技之长的张立维 是否有戏呢 让我们进入抉择时刻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 我第一个支持你 其实外形好的人很多 但是他给人一种就是 很甜美的很善良的挺单纯的一个样子 我很喜欢他这种信息 希望你能做一个好演员 大哥我也通过了 谢谢女神 有请冯导 我呢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你还真不错 但是 大哥一通过吧 我心里头就有一点 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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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 你先来 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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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开始就是构思这个剧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和我的自身的经历非常像 因为从小是一名职业的运动员 然后我一个人我五岁就住在学校了 当时我就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自己终于就游泳气 我决定自己要做什么的人生的时候 我就转变起来 我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然后就离开了 我是觉得 在今天那个我看你游戏里头 你看 压力越来越厉害 就别拿我说这儿了 冯导居然抢拍在张国立老师之前给出了肯定的一照 对啊 这个压力有点太大了 我许张国立老师 我觉得这台排行 高兴 没有道理不开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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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螳螂 打螳螂 一 一 就这样 你还要学哦 对 高度 高度 高度很好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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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复活盘 大哥这意思是威胁你 对不起 给大哥们面子 不是不是 你是真好 我不过就是想考验考验你的耐心而已 其实在干我们这行也是这样的 也许你一辈子只在等一个角色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恭喜张立伟登上我们的亲戚舞台 只要看穿了八千 这一刻就已来 人生路上的任何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 综合能力极强的张立伟 作为我们今天第一组学员 用极具创意的蹦床情景剧 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 也打破了之前开局不利的困境 也让更多学员提振信心 放手一搏 好